如果要講回身體的平衡反應 其實它有三個系統影響著它 第一就是視覺 就是你看東西 這個視覺和視力是不同的 視力就是你看不看得清楚的東西 視覺就會是你看看東西的時候 究竟它對你有什麼意義 譬如我見到你在這裡 原來我是認識你的 那個大腦會有一個演繹在這裡 下一樣就是那個本體覺 本體覺就是我的手是握緊還是放鬆 我的肌肉和我的關節 我的皮膚都一直在給訊息 我現在是在什麼狀態裡面 第三樣的系統就是前停覺 前停覺是什麼呢 它就是令到我們的頭 無論你是什麼姿勢 什麼方位什麼動作 就會全方位接收 就告訴我們的大腦 現在我的頭的姿勢是怎樣 這三個系統就一起來配合 視覺能力差 那些小朋友可能就會是 明明看到前面有個燈柱 但他不懂得避開燈柱 他會繼續撞下去 他不是看不到 他就總是不知道原來我要避開 他不懂得去反應 這就是視覺弱一點 影響到平衡 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他的本體覺是差的話 他通常的姿勢都不太好 可能坐又坐到什麼斜斜 站又站到什麼斜斜 這些就會是本體覺弱一點 至於前停覺 有時候會弱的 不知道自己的頭身在何方 有些小朋友就會很喜歡跳跳 好像坐不定一樣 因為透過跳跳跳 他的頭部就會有些活動 他們會取得多些訊息 這些都是平衡系統差的小朋友 他容易出現的情況 接下來我介紹兩個平衡訓練 主要是嘗試加強本體覺的反應 叫小朋友站直 攤開雙手 然後把豆袋分別放在他的頭頂 兩個手掌和兩個手掌 然後他站得穩 不會跌豆袋之後 就可以嘗試叫他向前走 他做到之後 可以還有些花式 包括原地轉圈 先向後走 打橫走 或者打一個八字來走 這次就是腳跟對著腳趾 兩隻腳是黏著一步一步 很細步 變成需要平衡自己 如果他真的極度厲害的話 另一個挑戰的變咒 就是把豆袋同樣放在線上 看看這次 當他兩隻腳貼著 走的時候 走到豆袋 可不可以保持平衡 而跌出線內 而撈到豆袋 馬BY35 到現在 一會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